市场大师李国修追思会 今天呢在花博舞蝶馆举行 由子弟兵曾国成担任主持人 而一个半小时的追思会悲喜交杂 王月和一双儿女对丈夫和父亲的告白 也让许多好友都感动流泪 他会找我 一定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会让我主持这个活动 一定有他的道理 因为我不会跟他谈价钱 李国修生前指定曾国成 担任追思会的主持人 而且必须要带来欢笑 曾国成很努力 花博舞蝶馆内 国修的子弟兵 艺文界演艺界好友全部出席 马总统抗力也参与追思 马总统并且颁发包扬令 亲手交给遗孀王月 并且向国修老师请一举功礼 从影带事迹中 李国修教育子女不要求成绩 只要求想象力幽默感和爱 太刺 李国修六月二十三号病大中的 最后录音令人动容 而坚强的王月 必须独自面对李国修走后的一切 在李国修传奇里面的我 永远是她的第一女主角 李国修 谢谢你 我爱你 国修的宝贝尔女儿 妹子和儿子李思源 在台上发表感言 父亲的身教传承 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DNA中 在思想 在行为上 深深的爱与思念 其中一切 天后 然后就在那边 然后就在那边 我们就在那边